今次的數字是1,161樽 連續第三天單疫確診的數字一直是新高 是否符合你之前的預期在數字上 大家又會想到高峰未呢?何時見頂呢? 你自己怎樣看? 其實這個數字都是預計之內 今天在我繼續分析那個情況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流行病學的知識 其實譬如今天2月10日的數字 其實將會是反映7日之前的感染事項 為什麼我們會用7日這個概念呢? 因為一個健康的人士如果碰上了病毒之後感染 就會經過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們叫潛伏期 潛伏期的意思就是由感染去到病發 大概Omicron來說是4天 我們再看回衛生防護中心的數據 一般一個病發了的新冠肺炎的Omicron的病者 或者Delta其實他們的延誤的時間 延誤的意思是由病發去到確診的時間是3天 那4天加3天就是7天 那再簡單一點這樣說 今天的確診數據其實是正在反映年初3的狀況 大家都留意年初3大家會有什麼動作做 可能會去車工廟或者去黃大仙等等 一些多人聚集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們明天就會反映年初4的感染事項 發生的時間 年初5就是後日的數字會出來 那就是說用這個基礎之下 其實我們接下來這幾天的數據 是出年初3年初4年初5年初6的感染事項 而在這些日子裏面 我們最新出的社交距離措施仍然是用舊的 那就是說我們估計未來這個星期的狀況 就是說由2月10日到接下來的16日 應該會繼續是一個上升的週期 那直至到哪一天才會稍微見到 你的新的社交距離措施生效的數值呢 就是2月17日 就是說今天大家 譬如一些社交距離措施生效了之後 今天可能都會有些對應的感染事項 要什麼時候才反映呢 就是會是2月的17日 那在這個基礎之下 大家就會想一件事 就是說那你究竟怎樣去評估 究竟年初3的情況究竟是怎樣呢 那要今天2月10日出了數據 我們才知道 不過我們可以看回年初2的時候的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就是一個叫做即時的繁殖率 那即時的繁殖率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在一個有干預措施之下 因為之前我們都在用一些 舊的社交距離的措施 那就是一個感染者平均會傳染給多少人 那現在這個數據呢 年初2的時間呢 就是一個感染者會傳染給1.8個人 那而Omicron或者Delta那個每一代的那個時間呢 大概是2.5天 即是2日半 那用回這個數字呢 1.8呢 那就是說今天是1100個個案 那經歷2.5天之後就一個袋呢 就會將它乘回大概是1.8 那就是說經歷了5天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兩袋了 就再乘多個1.8 所以大家近期都聽到什麼幾何式呢 其實這個概念就是 你如果那個代數是多少呢 就多少次方這樣解釋的 就是譬如說1100 昨天是1100 經歷2日半之後就是1100乘1.8 那如果這個狀況繼續不變呢 就繼續乘1.8 或者更高的數字 那我們預計 所以為什麼說 接下來這7天 這個數字會 會依然是上升呢 是因為我們用舊的社交距離那個狀況 那大概你會預 接下來這幾天 我們有機會是見到 2000到5000人的感染